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对我一生来说 比较重要的一个时刻 是我看的第一处戏 我第一次走进剧场 看的就是莎士比亚的奥赛罗 然后这个戏当时给我的影响很深 也给我带了很大的冲击 从这个戏我爱上了剧场 爱上了舞台 我爱上了剧场 是从《Hamlet》 如果是现在,就不是将来 如果不是将来,就将来 是将来的 如果不是将来,就将来 是将来的 对我来说,可能 影响最大的 就是《Hamlet》 因为我是读了《Hamlet》 看了《Hamlet》以后 然后开始对沙文感兴趣 然后就研究沙文 我最喜欢的莎士比亚的 女台剧的瞬间 是《Hamlet》里边 她妈妈 在最后的关团 就替她喝了那个毒酒 《Hamlet》罵了她母亲那么长时间 她母亲也是做了很情欲的事情 但是最后那场那间 还是个母亲吧 我喜欢的《Shakespeare Moment》太多了 但是 可能因为我自己 也是写剧本的 也是导演 所以可能 想到《暴风雨》的 第五幕《Prospero》 最后的独白 可能还是让我最感动的 当Prospero说 《Now my charms are all overthrown and what strengths I have my own》 这几句的时候 当一个伟大的剧作家 回到凡城 不再变魔术了 不再变魔法了 他的一种心情 看这一段是特别感动 英国大使馆 虽然很骄傲 莎士比亚是英国人 可是很抱歉 莎士比亚是世界人 Shakespeare lives 永恒的莎士比亚